香港反送中运动延烧 退休的香港首富李嘉诚打破沉默 8月刊登头版广告 还以藏图诗写下内心话 柔信劝说和平解决香港问题 喊话当局网开一面 但91岁的李嘉诚没想到 一句真心话换来绝情批斗 中共官媒新华社证券日报人民日报 显示炮轰李嘉诚纵容犯罪 指责他是推高香港高房价的元凶 中共当局把反送中焦点矛头对准负伤 还抛风向球要施压四大地产商 捐利解决住房民生问题 离谱指控李嘉诚的好脾气也难忍 9月23号李嘉诚公开向中共国企子公司 中国资源交通追讨三年前债务 本金利息11.2亿港元 并且向法院申请集团主席曹中破产 常诗集团9月28号表示 不打算跟进三家集团捐利善举 而李嘉诚本人也针对官媒扭曲报道 回应文章的文理扭曲 语调令人不寒而栗 美国法国多家外媒观察 中共借由李嘉诚事件转移国际社会焦点 网友认为正上夜香港版的打土豪分田地 媒体报道 中共11篡政70周年 李嘉诚以私人理由补课出席 与中共当局似乎已经渐行渐远 新台电视沈文童综合报道